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我们成为国民 做他父神的祭祀 但愿荣耀 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看哪 他驾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的 连刺他的人 也要看见的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哀哭 这话是真实的 阿们 主神说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嘎 是西在 今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我约翰 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里一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 如吹号说 你所看见的 当写在书上 大鱼一扶索 师妹拿 别加摩 推呀推啦 萨迪 费拉铁飞 老底家 那七个教会 我转过身来 要看是谁发声 与我说话 既转过来 就看见七个金灯台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 直随倒脚 胸间竖着金带 她的头与发皆白 如白羊毛 如雪 眼目如同火焰 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她右手拿着七星 从她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我一看见 就扑倒在她脚前 像死了一样 她用右手按着我说 不要惧怕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又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剑的钥匙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 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 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 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 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七世路第二章 你要写信给一幅所教会的使者说 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劳碌 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曾为我的明劳苦 并不发卷 然而 有一件事 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所以 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然而 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 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 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神乐园中 生命树的果子 赐给他吃 你要写信 得是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 末后的 死过又活的说 我知道你的患难 你的贫穷 你却是富足的 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 几个人 下在尖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悟要至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 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必不受 第二次死的害 你要写信 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刃力鉴的说 我知道你的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 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 被杀之时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 有几件事 我要责备你 也为在你那里 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半角石 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迹偶像之物 行间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 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 所以 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 我就快临到你那里 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得胜的 我必将那隐藏的马那赐给他 并赐他 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 除了那领受的以外 没有人能认识 你要写信 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 那眼目如火焰 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爱心 信心 勤劳 忍耐 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 比起出所行的更多 然而 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 耶喜别 教导我的仆人 引诱他们行奸淫 诗 寄偶像之物 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 他却不肯 悔改他的淫行 看哪 我要叫他并卧在床 那些与他行淫的人 若不悔改 所行的 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 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 叫众教会知道 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 你们个人 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 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诉场所说 撒旦深奥之理的人 我告诉你们 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 但你们已经有的 总要持守 只等到我来 那德圣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 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侠管他们 将他们如同摇护的瓦器 打得粉碎 像我从我赴领寿的权柄一样 我又要把陈兴赐给他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三章 你要写信 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幸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按明你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你要警醒 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 因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神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的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必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 是未曾误会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 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圣的 必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 涂抹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负重使者面前 认他的名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 给非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 那圣洁 真是 拿着大卫的钥匙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 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哪 我在你面前 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那撒迪一会的 自称是犹太人 其实不是犹太人 乃是说谎话的 我要使他们来 在你脚前下拜 也使他们知道 我是已经爱你了 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 我必在普天下人 受试炼的时候 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 我必快来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得胜的 我要叫他 在我神殿中做柱子 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 和我神成的名 这成就是从天上 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 新耶路撒冷 并我的新名 都写在他上面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你要写信 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 那位阿门的 为诚信 真实见证的 在神创造万物之上 为元首的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 你既如温水 也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 把你吐出去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瞎眼 赤身的 我劝你向我买火链的金子 叫你富足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 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 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的 所以你要发热心 也要回待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 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 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 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启示录 第四章 此后 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 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 避成的事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 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坐着 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 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 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 有四个活物 前后遍体 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脸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 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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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 是西在 金在 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每逢四活物 将荣耀 尊贵 感谢归给 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 坐宝座的面前 敬拜 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 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的荣耀 尊贵 权柄的 也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启示录 第五章 我看见 坐宝座的右手中 有书签 里外都写着字 用七印封研了 我又看见 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签 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没有能展开 能观看那书签的 因为没有配展开 配观看那书签的 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哪 由大师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以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签 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 与似火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战力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 王谱添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 从坐宝座的右手里 拿了书签 他既拿了书签 似火物 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和盛满了 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 说 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 各方 各民 各国中 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做祭司 归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又看见且听见 宝座 与伙物 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 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曾被杀的高阳式配的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宋赞的 我又听见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宋赞 尊贵 荣耀 全是都归给做宝座的 和高阳 直到永永远远 似活物就说 阿们 众长老也俯复敬拜 启示录 第六章 我看见高阳 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 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 活物声音如雷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拿着弓 并有冠冕赐给他 他便出来 胜了又要胜 揭开第二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 你来 就另有一匹马出来 是红的 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 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杀 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黑马 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 我听见 我听见在四活物中 似乎有声音说 一钱银子买一声麦子 一钱银子买三声大麦 有喝酒不可糟蹋 揭开第四印的时候 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 你来 我就观看 见有一匹灰色马 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 音符也随着他 有权柄赐给他们 可以用刀剑 饥荒 瘟疫 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揭开第五印的时候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 有卫神的道 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 大声喊着说 圣洁真实的主啊 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 给我们伸流血的冤 要等到几时呢 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 还要安息片时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 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树木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我又看见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像毛布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余地 如同无花果树 被大风摇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挪移 好像书卷被卷起来 山林海岛都被挪移 离开本位 地上的君王 陈仔 将军 富户 壮士 和一切为奴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和岩石雪里 象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作宝作者的面目 和高扬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谁能站得住呢 启示录 第七章 此后 我看见四位天使 站在地的四角 执掌地上四方的风 叫风不吹在地上 海上和树上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天使 从日出之地上来 拿着永生神的印 他就像那 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 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 地狱海 冰树木 你们不可伤害 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中屠人的恶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 有十四万四千 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流变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家的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亚舍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拿夫的利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马拿西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缅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利未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以色加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西部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 便雅敏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 各族 各民 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 归于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神 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 和众长老 并似活物的周围 在宝座前面浮余地 敬拜神 说 阿们 送赞 荣耀 智慧 感谢 尊贵 权柄 大力 都归于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 这些穿白衣的是谁 是从哪里来的 我对他说 我主 你知道 他向我说 这些人 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 曾用羔羊的血 把衣上洗白净了 所以 他们在神宝座前 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坐宝座的 要用账目复辟他们 他们不在机 不在河 日头和炎热 也必不伤害他们 也为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 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启示录 第八章 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二颗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的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台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随有雷轰 大声 闪电 地震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宝子与火 掺着血 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 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 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以至日月 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 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 飞在空中 并听见它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 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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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录 第九章 第五位天使吹号 我就看见一个星 从天落到地上 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它 它开了无底坑 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 好像大火炉的烟 日头和天空 都阴着烟 昏暗了 有蝗虫从烟中出来 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它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并且吩咐它们说 不可伤害地上的草 何各样青物 并一切树木 唯独要伤害 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 但不许蝗虫害死它们 只叫它们受痛苦五个月 这痛苦就像蝎子 遮人的痛苦一样 在那些日子 人要求死 绝不得死 愿意死 死却远避它们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得好像金冠绵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它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 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独钩能伤人五个月 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 按照西伯来画 名叫亚巴顿 希腊化名叫亚伯伦 第一样灾祸过去了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 第六位天使吹号 我就听见有声音 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 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 把那捆绑在右发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 是放了 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 他们原是预备好了 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 要杀人的三分之一 马军有二万万 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我在意象中 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 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 于此马脑并硫磺 马的头好像狮子头 有火 有烟 有硫磺 从马的口中出来 口中锁出来的火与烟 并硫磺 这三样灾 杀了人的三分之一 这马的能力 是在口里和尾巴上 因这尾巴像蛇 并且有头用以害人 其余 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 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走 金 银 铜 木 石的偶像 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 邪术 奸淫 偷窃的事 启示录 第十章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书卷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吼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七使说 不再有时日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家音 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 展开的小书卷 取过来 我就去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对我说 你拿着吃劲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天使对我说 你必只是多民 多国 多方 多王 再说一言 启示录 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赐给我当作凉度的帐 且有话说 起来 江深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 都凉一凉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见他圣城四十二个月 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 传道 一千二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两个灯台 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若有人想要害他们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 烧灭仇敌 凡想要害他们的 都必这样被杀 这二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 叫天必赛 不下雨 又有权柄 叫水电为邪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秧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时候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 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 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异 叫所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从各民 各族 各方 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曾叫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 两位先知 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正在那时候 地大震动 成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二样灾祸过去 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 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旧面赴余地 敬拜神 说 西在 金在的主神 全能者呀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竟为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 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 随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底阵 大薄 启示录 第十二章 天上献出 大一项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献出一项来 有一条大红龙 七头十脚 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 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舅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等她生产之后 要吞吃她的孩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杖侠管万国的 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并没有得胜 天上在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股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的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所以诸天和诸在其中的 你们都快乐吧 只是地狱海有祸了 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地吓到你们那里去了 龙剑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 二载 半载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 要将妇人冲去 的确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龙向妇人发怒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 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 那时 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 启示录 第十三章 我又看见一个兽 从海中上来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所看见的兽 形状像豹 脚像熊的脚 口像狮子的口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座位和大拳柄都给了他 我看见兽的七头中 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 那死伤却已好了 全地的人都稀奇 跟从那兽 又拜那龙 也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 也拜兽 说 谁能比这兽 谁能与他交战呢 又赐给他 说夸大 亵渎化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 四十二个月 兽就开口 向神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 各国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始以来 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 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的 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 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 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他在投一个兽面前 施行投一个兽 所有的权柄 并且 较地和住在地上的人 摆那死伤已好的 投一个兽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兽面前能行起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说要给那兽刀伤 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相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兽相的人 都被杀害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 贫富 自主的 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 或是在额上 受一个印记 除了那兽印记 有了兽名 或有兽名树木的 都不得做买卖 在这里 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算计 兽的树木 因为这是人的树木 他的树木 是六百六十六 启示录 第十四章 我有观看 见羔羊站在西安山 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 都有他的名 和他父的名 写在额上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 像中水的声音 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 好像弹琴的 所弹的琴声 他们在宝座前 并在四伙物 和众长老前唱歌 仿佛是新歌 除了从地上买来的 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 没有人能学这个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 他们原是同身 羔羊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熟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在他们口中 查不出谎言来 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我又看见 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 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 他大声说 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 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 那创造天 地 海和重水全员的 又有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叫万民和邪淫 大怒之久的 巴比伦大成 倾倒了 倾倒了 又有第三位天使 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 或在手上 受了印记 这人也必和神 大怒地久 此酒真在 神愤怒的 杯中 唇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时 和羔羊面前 在活与硫磺之中 受痛苦 他受痛苦的 烟网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明知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圣徒的忍耐 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 诫命和耶稣 真道的 我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 而死的人 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 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 也随着他们 我又观看 见有一片白云 云上坐着一位 好像人子 头上戴着金冠棉 手里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向那坐在云上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你的镰刀 来收割 因为收割的时候 已经到了 地上的庄稼 已经熟透了 那坐在云上的 就把镰刀 扔在地上 地上的庄稼 就被收割了 又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的殿中出来 他也拿着块镰刀 又有一位天使 从祭坛中出来 是有权柄管火的 像拿着块镰刀的 大声喊着说 伸出块镰刀来 收取地上 葡萄树的果子 也为葡萄熟透了 那天使就把镰刀 扔在地上 收取了地上的葡萄 丢在神愤怒的 大酒榨中 那酒榨踹在城外 就有血从酒榨里 流出来 高到马的脚环 远有六百里 启示录第十五章 我又看见在天上 有一项 大而且奇 就是七位天使 掌管莫了的七灾 也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掺杂 又看见那些 圣了寿和寿的像 并他名字数目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 和羔羊的歌 说 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 大灾 其灾 万事之王啊 你的道徒 亦在 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降荣耀 归于你的名呢 也为独有 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 在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 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 我看见在天上那 存法贵的殿开了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胸间竖着金带 似活物中 有一个把圣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 大怒的七个金碗 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烟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 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启示录第十六章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殿中出来 向那七位天使说 你们去 把成神大怒的七碗 倒在地上 第一位天使便去 把碗倒在地上 就有恶 而且毒的疮 生在那些有兽印记 败兽像的人身上 第二位天使 把碗倒在海里 海就变成血 好像死人的血 海中的活物都死了 第三位天使 把碗倒在江河 雨中水的泉源里 水就变成血了 我听见掌管 中水的天使说 七灾 金灾的圣者呀 你这样 判的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胜 徒与先知的血 现在你给他们血喝 这是他们所该受的 我又听见 祭坛中有声音说 是的 主神全能者呀 你的判断 已在 成在 第四位天使把碗 倒在日头上 叫日头能用火烤人 人被大热所烤 就亵渎 那有权掌管 这些灾的神之名 并不悔改 将荣耀归给神 第五位天使把碗 倒在寿的座位上 寿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 就咬自己的舌头 有阴所受的疼痛 和生的疮 就亵渎天上的神 并不悔改所行的 第六位天使 把碗 倒在又发拉底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 所来的众王 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 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 兽口 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其事 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权能者的大日 聚集征战 看哪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希伯来话叫做 哈米吉多顿 第七位天使 把碗倒在空中 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 说成了 又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大地震 自从地上有人以来 没有这样大 这样厉害的地震 那大城列位三段 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 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 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 各海岛都逃避了 众山也不见了 又有大胞子从天落在人身上 每一个约众 以他廉德 为这胞子的灾集大 人就亵渎神 启示录 第十七章 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重水上的大淫妇 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 住在地上的人 喝醉了他淫乱的酒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那女人穿着紫色和珠红色的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 为装饰 手拿金杯 杯中盛满了 可憎之物 就是他淫乱的误会 在他额上有明写着说 奥秘哉 大巴比伦 做世上的淫妇 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 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他 就大大的稀奇 天使对我说 你为什么稀奇呢 我要将这女人 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兽的奥秘 告诉你 你所看见的兽 先前有 如今没有 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又要归于沉沦 凡住在地上 名字从创始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 见先前有 如今没有 以后再有的兽 就必稀奇 智慧的心 在此可以思想 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 五位已经倾倒了 一位还在 一位还没有来到 他来的时候 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 如今没有的兽 就是第八位 他也和那七位同列 并且归于沉沦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果 但他们一时之间 要和受同的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能力 权柄 给难受 他们与高阳争战 高阳必胜过他们 也为高阳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着高阳的 就是蒙兆 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座的重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 羽兽 避恨这淫妇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也为神使诸王 同心合意 遵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受 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你所看见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地上 众王的大成 启示录 第十八章 此后 我看见另有一位 有大权柄的天使 从天降下 帝就因他的荣耀发光 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成青岛了 青岛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 可增之雀鸟的巢穴 因为列国都被他 携淫大怒的酒 青岛了 地上的君王 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我又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民哪 你们要从那城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殃 因他的罪恶滔天 他的不义 神已经想起来了 他怎样待人 也要怎样待他 按他所行的 加倍地报应他 用他调酒的杯 加倍地调给他喝 他怎样荣耀自己 怎样奢华 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 因他心里说 我做了皇后的位 并不是寡妇 绝不至于悲哀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也为审判他的主神 大有能力 地上的君王 素来与他行淫 一同奢华地 看见烧他的烟 就必为他哭泣哀号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说 哀哉哀哉哉 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法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 也都为他哭泣悲哀 因为没有人 再买他们的货物了 这货物就是金 银 宝石 珍珠 细麻布 紫色料 绸子 珠红色料 给养香木 给养象牙的器皿 给养及宝贵的木头盒铜 铁 汉白玉的器皿 并肉桂 豆蔻 香料 香膏 乳香 酒 油 细面 麦子 牛 羊 车 马赫奴仆 人口 巴比伦 你所贪爱的果子 离开了你 你一切的真羞 美味和华美的物件 也从你中间毁灭 绝不能再见了 贩卖这些货物 借着他发了菜的客商 因怕他的痛苦 就远远地站着哭泣被挨 说 挨哉 挨哉 这大城啊 素肠穿着细麻 紫色 珠红色的衣服 又用金子 宝石和珍珠为装饰 一时之间 这么大的富后 就归于无有了 凡船主和坐船 往各处去的 定种水手 连所有靠海为业的 都远远地站着 看见烧他的烟 就喊着说 有何成 能比这大城呢 他们又把尘土 撒在头上 哭泣悲哀 喊着说 挨哉 挨哉 这大城啊 樊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 成了富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荒肠 天哪 众圣徒 众使徒 众先知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 申了你们的冤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像大魔使 扔在海里说 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力地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见了 弹琴 左乐 吹笛 吹号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各行首一人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遇见 推磨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灯光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照耀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 在你中间 绝不能再听见 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 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 先知和圣徒 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 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启示录 第十九章 此后 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久恩 荣耀 全能 都属乎我们的神 他的判断是真实 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银行败坏世界的大银腹 并且向银腹讨 留仆人写的罪 给他们申冤 又说 哈利路亚 烧银腹的烟网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 与似活物 就俯伏敬拜 做宝座的神 说 阿们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 神的众夫人哪 樊敬畏他的 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打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也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也为高杨婚娶的时候到了 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喜麻衣 这喜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负高杨之婚言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 在他脚前要拜的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并你那些 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也为预言中的灵 乃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谓诚信真实 他审判 征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带着许多观念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知道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结 跟随他 有力见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侠管他们 并要踹全能神 烈怒地九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明写着说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像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喊着说 你们聚集来 父神的大言习 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 壮士 鱼马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为奴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其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擒拿 那在兽面前 曾行其事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相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 同被擒拿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 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其余的 被其白马者 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启示录 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位 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 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魔鬼 也叫撒旦 把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 暂时释放的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 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也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之道 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没有败过兽与兽将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 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 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在头一次 复活有份的有福了 圣洁了 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 没有权柄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并要与基督一同 做亡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哥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便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 羽蒙埃的城就由火从天降下 烧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受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羽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暗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策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暗卷所记载的 找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策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也为先前的天地 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心腹装饰整集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账目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地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 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嘎 我是出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权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 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 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 长 宽 高 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种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荆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和高阳 未成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未成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城门白昼 总不关闭 在那里园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的 并内行可憎 语虚谎之事的 总部的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 第二十二章 天使又只是我 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乃为一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 日光 也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是核心的 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哪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俯伏要拜的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 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也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 叫他仍旧不义 污秽的 叫他仍旧污秽 唯义的 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的 我是阿拉法 我是峨眉嘎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 可得拳柄能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言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耶稣 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魏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纯兴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 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神 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 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 和圣诚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图同在 阿们